看电影 找旭哥 猪笔摆房 用碗车 大家好 我是神刀旭哥 非得选今天结婚 由于他二舅喝多了 把鼻子卡坏了 三个就赶紧送到二舅去医院 这人一下都走了 雅达其次让他自己回家吧 由于他刚来台北 对这儿不熟 就用缺德地球进行导航 结果正好创建了宋煞的队伍 来一帮人给他包围了 法师说 这谁家老娘们 不知道今天宋煞吗 瞎留的什么晚上 雅达说 你很奇怪 我只想回家 法师说 一旦进入宋煞的队伍 不得私自离开 必须全程跟完 否则就会煞气成神了 雅达其次 你有病吧 谁有工夫给你留了 于是他就换了一条套走 走着走着 他迷路了 他先看看导航吧 结果导航也迷路了 突然 屏幕中出现一个红衣女子 随后雅达被三婉给锁猴了 等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于缸里了 原来刚才 他在路上晕倒了 被三哥发现 报回了屋里 回录后 他发现猪的婚纱 有一块被染红了 雅达其次完了 这不得赔钱了吗 于是他赶紧用水洗 但咋洗都洗不掉 这时 他还下水道里 发现一个耳环 就问三哥这是谁的 三哥说 这是我的 钱你有了 这儿的 哎呀你放心吧 俺俩早就恩断一绝了 吃完就把耳环给扔了 随后他俩做了一场双日运动 今天晚上 雅达的被窝突然鼓个包 男生都应该明白咋回事 但女生鼓个包就不太正常了 他掀个一看 发现被窝里啥也没有啊 雅达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呢 但不待会儿 这个包越来越大 等他再掀开 比如说得出现个婴儿 给他吓一句 于是第二天 三哥领他上医院看看 大夫说 那你吸引的角度上来看 你媳妇怀孕了 三哥一听 这是好事啊 我要当爹了 但鸭蛋并不开心 因为他之前吧 怀孕过一次 由于他前男友没有能力抚养 就把孩子给打掉了 这件事呢 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晚上睡觉时 他那天屋里有婴儿的哭声 结果起了一看 翻被子中全是血 这给他吓得赶紧往处撩 结果门还被锁死了 这时三哥下边回来了 发现鸭蛋穿着婚纱 在镜子前面梳头 三哥说 咋的媳妇 你还想再演一次婚呢 鸭蛋说 老公 死了生你会什么样来看我 这三哥整一愣 媳妇啊 你大半夜你可别吓唬我啊 不待会儿 鸭蛋咳嗽了两声 才恢复了意识 由于最近发生的事太邪门了 于是鸭蛋拿着婚纱 去找那天的法师老孙头 老孙头在婚纱里 找到一个耳环 鸭蛋一看 不对啊 这耳环我老公不是扔了吗 这咋又回来了呢 法师说 这是死者的遗物 那天你闯入送煞的队伍 就是要送他的 上个礼拜 有个女的上条自杀了 他母亲特意找到我 让我给他女儿送煞 因为他的怨气太重了 临死前说 要死也要死在 前夫陈老三的家里 他一听 陈老三 那不是我新代的老公吗 于是法师给鸭蛋一个五雷令 说这个令可以保护你 和你身上的孩子 随后又给鸭蛋挤到符 让他把家里的门床全部贴上 法师在另一边帮他去摸 这时三哥下班回来 发现家里贴满了符 说你这是干啥呀 媳妇 鸭蛋说 那天送煞要送的人 是不是你前妻 三哥一看 就瞒不住了 就说出了真相 原来商调那影的 名叫汪小红 正是三哥的前妻 他来结婚不久 三哥就喜欢了鸭蛋 于是就跟小红提出离婚 但小红就是不离 随后就在三哥他家 商调自尽了 鸭蛋听完 瞬间就崩溃了 整半天自己是小三啊 于是他说啥就要跟三哥离婚 这时鸭蛋被小红附身了 三哥一对臭骂 现在三哥一动都不敢动了 突然鸭蛋光下被钉到了墙上 躺床开始嗷嗷 原来是老孙头做法起的作用 这时玻璃破了一个洞 三哥回头一看 发现小红站在窗跟前的 这时一个黑眼拽住了三哥的腿 而小红也穿着婚纱进屋了 眼瞅三哥就要玩头子了 此时鸭蛋醒了 他拿着五雷钉 光下就把小红对墙上了 虽然他恨三哥 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 他被鬼给整死了 其实小红也挺惨的 人家也没做错啥 就被老公给抛弃了 因此前他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 然后就上吊了 随着婚纱被法师烧毁 小红的亡灵也得到了安息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那是不堪难地 几个月后 从一辆大本里下了一个大妈 说要找老孙头 助理问 你找法师啥事啊 大妈说 几个月前我女儿上吊 让法师帮忙送的啥 而最近我在女儿的衣服里发现了这个 原来她死之前有孕在身呢 我想问问大师 这个婴儿还需不需要送呢 镜头一转 鸭蛋的孩子已经出生了 而三哥也答应了跟鸭蛋离婚 鸭蛋就问 说你那脚还没好啊 三哥说是啊 这大夫也没找到啥原因呢 三哥把离婚协议交给了鸭蛋 就蛋啊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再给我一次 我已经眼瞅这片就要完事了 小龙肚子里的婴儿是不得有啥说法啊 结果三哥要走的时候 惊喜出现了 原来她坏那条腿总治不好 是因为她儿子在那抱着呢 哎 你说三级不仁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当渣男 否则容易腿变惨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关注和转发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我们下期再见